勞工署今個月巡查3,000多個工作場所 發現有12宗違反最低工資的個案 比5月份28宗有顯著的改善 而就業市場方面 勞工署上個月收到6萬6,000份私人機構的職位空缺 其中1萬份適合中5至中7的學生 比去年同期增加1成6 而平均月薪最少有7000元 另外上個月申請低收入縱緩的人數下跌1.3%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中表示 數據顯示實施最低工資後 對勞工市場帶來正面影響 他又說每年暑假青年失業率都會有上升 但由於3.34學制 今年中5年校生人數會減少 相信中7年校生會比較容易找到工作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張淑慧報導